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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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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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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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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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墨水啊打开一下的时候对管是整根笔都可以当那个增管上墨也是我认为很独的一根笔对 呃好那个下来先量一下这根笔的一个尺寸我们看一下啊还是效率效率啊社会社会啊 社会人的一根笔啊就这好那个会比平常短一点13.5的因为正常都14比较多当然拔下的时候我偏向是13 那或者11以上其实也可以呢12是标准对吧11到13这样子一个长度 反正偏短的一根笔嗯然后粗细的话反而两根 呃两根的话还是那个skb的这根比较长一点 那我这根反而ef间的话然后就好像是叫f10的这样子一个 f10这个f10的一个型号里面的这个笔盖上面看到有一个防磨钢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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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内档一个内套对吧因为现在很多笔好像是 白金3776永生的那个618什么都有这个设计反正这个设计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么有用反正好像都说都挺有用的看起来 就是说这个其实是一种很显性的设计但它的功能性其实我觉得挺还是需要值得考究 因为现在很多东西特别买东西的时候只能从很显性的东西去判断 隐性的话如果是说一个知识量不够的确也是很难去判断 后面的话后面后面可以扭开后面这也可以转的 这有点为这个东西啊我还是我不知道有什么用啊这个转的反正就是 啊新墨器反正也不用我估计它这个是为了那个新墨器吧可能是 但我这个不知道有什么用 然后这个反正就套啊可以可以往后套这样子啊 但是我这个我这个能转我就不懂了不能直接开幕一起开出来吗 这个就有点小奇怪啊 这个有点那个什么 呃莫然奇妙莫名其妙啊莫名其妙啊 呃那个中文真的退步不少啊反正中文本来不好好 那个先上下墨这样子啊 挤出去然后吸那么一点啊 然后这样子放进去挤下去啊 哎挤多一点吧我觉得你们应该想看他流动性的啊对了 上次我那个墨匠的那个笔有没有网友懂得是怎么回事 我把满上墨整根笔然后就呃怎么讲漏墨了 是不是他那个笔不能上满墨有没有网友可告诉我一下 是不是你们有没有碰到这个情况反正我是漏墨了真的 然后漏墨的时候整根笔都是整根笔漏水然后洗了我很久然后弄的我满手都是啊 呃 当然前面有一个是什么我把笔尖拔了出来然后重新装进去不是是不知道是不是我装的不好还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啊 然后这个他有个橡胶圈防漏墨的防漏墨加那个呃 那个也有但是呢哎可你们可以看他慢慢流下去啊有点疗愈你看哎 但是呢墨家那个的话是怎么样他是从笔尖这块对 现在这里往下流的时候那个呃怎么讲就是说这样子搞呃流出来的就会墨水好好像是可以差不多了吧应该好那个我看到差点差点哎 一点点哎对了你们看到 好像没以前没有视频试过这样子啊哈好那个先试一下吧好写一下这个字 好的写完了以后你们看到两支笔的粗细差别不是特别大但是这根笔呃呃握持感怎么讲不是特别好他这边有个小三角的就跟得利的那个笔样或者就有一根小三 一个就三角形的这样子一个笔握就这边看握起来反正他不是正圆的但是你现在这么看的时候他又好像是正圆的这样子呃握起来反正就是说不 嗯他很想好像是通过这个三角形的固定我的握笔姿势但这么我我写的时候吧反而这个成反效果了就是说我反而找不到因为他这个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又不是正圆形就你运的时候去运就整个运笔的时候不是很好运呃然后呢整根笔的话其实问呃书写起来的感受不是特别舒服就特别是握手握感手握感真的不怎么好啊然后异形笔尖那笔尖上面 因为你想有很好的反馈感也不是不太可人的毕竟本身的没有一个韧性在他毕竟是平的嘛这个从这边看他是一个平的笔尖那写起来就是说感觉怪怪的啊像那种压嘴尖的话你就是说他是有点斜度的那像这个的话就反正就不是特别舒服写起来但是他这个笔杆除墨基本上其实很多人买肝饼我觉得最最毒的都是为了这个然后这个暂时来看好像也不会漏幕呃对希望不会啊我也不知道 因为等会我我也会把清洗了对就这样子一个情况那对那凡是写起来的话呃看一下还有一个轻轻的重的你看没什么差别出墨一如既往的没有问题啊反正出墨还是没问题还是给你们写写啊呃但是你轻重很难很难出意味着什么出风不好出这个笔 有个说我说起对你看我这么一你看这么拉拉这里拉到这里参说这么尖所以说非常难出风也而且本例上面来讲比较小或者接近对反正一般般把这个笔但价格还是很可观的对呃 拼价格的一根笔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性价比算是性价比或者文有好听一点词性价比然后笔也不会怎么挂币但是我现在这次不敢把墨水加满了就之前加满然后就露墨 呃对大概是这样子那其他的话就这根笔我觉得呃反正偏使用的一根文具吧他文具感笔吧我觉得这么去定义他会比较好一点对的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那分享可以留言一下呃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对的谢谢大家